接下来我给四位每位30秒的时间站到台前来做真情告白 说服所有人自己不是大忽悠 把这一票留给别人 来 王朝 刚才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那个我看有一个人特别像我们 刚才我在天长看到的一个工作人员 我让二号跳一下 是因为我觉得她腿实在太难看了 但是我后来想可能有女生也长那么难看的腿 后来还是选错了 但这个并不是我真的知道答案 我这个人可能刚开始会说他们 这个这个 但是我现在确实心里面也不是很确定 谁是大忽悠 但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四号 但我真的不是很确定 李卓青 首先我的结论是三号 咱们节目组安排的要求呢 是大忽悠在每个环节都会接到电话 那么有一个环节是三号和四号接到电话 还有一个环节是我和四号接到电话 那么我首先排除的是四号 因为四号呢 他这几个环节里面 他都不是表现得非常做作 然后其次我排除的是我自己 因为节目组肯定不会要求说 安排把我的题弄错 那么我的结论最后就是三号 因为三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地去观察 他一共接了两次电话 这两次电话 他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连贯性的 谢谢李卓青 这台 我觉得是四号 因为我觉得他太沉着冷静了 我不可能让自己一直在穿着大衣喝那么难喝的东西 谢谢 他穿大衣是他质骰的质错了 这是他的运气问题 稍说的就是吧 我刚才吧 看那个三个人 我是觉得因为 我不是要看侧面吗 明显的这个地方 他是用手弄的 所以我觉得一号一定是个女的 二号吧 这个身体虽然圆润 但是也不是 就是也是个女孩 唯一这个 我看那个三号这个腿 他不是侧面吗 他有那个肌肉 那块这小腿的肌肉 他要比那个女孩的 女孩就很不一样 我们肌肉特别大 我们呢 其实我不是大忽悠 我从头到尾 我就是做游戏嘛 大家就是尽量放放松松的玩呗 也没有什么 我也没有什么伪装 什么我是大会 我在装啊 我在干嘛 一点都没有 我特别真实啊 千万要相信我 可以了 可以了 时间到了 谢谢 三号那个女生 听完之后得多恨得恨 谢谢四位